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大家知道这个土团前前后后 总共有六个国会议员 已经背叛了这个土团 然后去投奔安华了 只不过他们没有正式退党 所以就还没有 触发这个反跳招法 所以今天其中一个叛将 就是这个纳明岛的国会议员 属海利 他现在就公开发表说 他说 这个土团就算修改党章 也没有权利 悬空他的议席 他说只有这个议长还有这个法庭 才有这个权利 可以悬空他的议席 OK 针对这个说法 我个人的 想法是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我觉得这个土团修改党章 是有效的 而且 的确是将会影响到他们 之后在国会里面的立场 OK 所以我 总结一句就是 我不觉得这个土团的六个叛将 可以全省而退到最后 可以这样说 OK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现在这个土团的他要怎样修改党章 这个土团他修改党章 我觉得大概率的会像 超这个行动党 公胜党之类的 我就拿行动党的例子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行动党呢 他在大选之前他已经修改了这个党章 好 然后这个 修改党章 是怎样的修改法 其实是完全补上这个反调朝法的漏洞了 大家看一下就是 就是这个 党的立场 所有的国族议员必须要遵从 如果不遵从的话 将会被定义成了 自动放弃党级 等同退党 这样的话他就必须要选控一席 OK 其实关键就在于了 什么叫做违反这个党的立场呢 这个行动党他修改这个党章也有写到很清楚 他就说呢 针对这些国族议员呢 当这个行动党的中委会呢 给出一个统一的立场的时候呢 会有一张 白纸黑字 里面写着党的立场是怎样 你必须要照着来做 如果任何一个国族议员没有照着这个白纸黑字上来做的话 就比如说 白纸黑字上面写 我要你支持安华 结果你跑去支持慕尤丁的话 OK 你就等于 你违反党的立场 然后呢 你就会 等于自动放弃党器 然后就等于自动对党 然后你就必须要被选控一起 行动党党党党是这样来改的 就是修补了这个反跳槽法的漏洞 OK 如果啦 这个土团的 也一样化妇如照着行动党的这一套来修改党章的话 这样 矛盾就在这里了 如果说这个东西呢 对行动党的国族议员有效的话 你不要告诉我对这个土团的国族议员就没有效 一样是有效的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觉得 第一个点他不可能全省而退 就是我觉得这个土团修改党章是有用的 包括 这个 现在的这个沙州元首 他以前是这个法律部长的时候 他 做这个反跳槽法的时候 他就已经说了 只要所有的政党 修改党章 就可以补上这个漏洞 OK 所以 第一点 我的重点就是 如果说 这个行动党修改党章了过后可以成功的约束他的国族议员的话 这样啊 没道理这个土团修改了党章过后不可以约束他的国族议员 OK 第二点 时效性的问题 就有人提出一个理论 就说呢 这些 土团的叛将呢 他是之前 就是修改党章之前 已经 背叛了这个土团 投奔了这个安华 所以有这个时效性的问题 如果你之后 才来修改党章的话 这样的话 之前 背叛土团不算 就不能触 触发这个反跳槽法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 其实我刚才前面已经讲到很清楚了 像行动党这样 只要你 违反了这个党的立场 就是白纸黑字的那一张纸的话 你就等于是 自动 退党 OK OK 你说了 你是昨天还是上个礼拜 上个月 投奔安华的 不要紧 我今天 我土团 我中委会 开了一个会议 出了一张白纸黑字出来 明天 几月几号 几点在国会里面 我党 所有的国会议员 必须要 站起来 支持 这个慕佑丁 不可以支持安华 你讲之前的不算吗 我现在新鲜热纳出一张memo出来 可以不可以 OK 然后第二天 去到了这个国会的时候 那六个叛将 你你告诉我这一张最新鲜热纳出来的memo 你不要 承认你不要遵守啊 你不要遵守的话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 去找一张了 我找一张了 哎 你看到我党章是这样写的吗 跟行动党一样啊 你不要告诉我行动党可以 我不可以啊 OK 然后 这个时效性的问题根本是多来的 我只要开多一次 会出多一张白纸一次就可以了 OK 所以此时时刻 我那六个叛将要怎样处理 OK 所以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是 这个时候呢 这个议长一定会叫那六个叛将过来 OK 现在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现在是要支持土团还是要支持土团的对面 如果你们讲你们支持土团的对面也就是暗话的话 你们就很大概率要被选空啊 如果你说你们依然支持土团 OK了我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OK 所以我之前我有做过一个视频我就讲这样的情况了 我现在是更加仔细的跟你们讲 每一个细节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呢 那个土团的六个叛将呢 如果真的是 是面对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们到最后他们不可能欠舍而推的 而他们最合理的做法就是 他们会说回来 说我们依然支持土团 我们不支持暗话了 我觉得这是最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如果国会的 220个国会员呢 有进行什么秘密投票的话呢 就是呢 没有记下名字的投票的话呢 这六个 土团的叛将就可以投回这个 安华的阵营 但是呢 你不要忘记了 国阵那边有 SD党 OK 你分分钟呢 你撬到 这个土团 六票过来 但是呢 你SD党要不见到 10票过去对面了 所以没有划算 老实讲 OK 我觉得呢 这个土团的六个叛将 到最后是不可能全身而退了 他们一定会遇到 这个情况 就是 当 这个议长叫他们来到 面前的时候 你们支持安华 还是支持 国门 选一个 这时候呢 你说他们会讲写 你是他们你会讲写 其实很明显的 OK 所以 到最后了 我觉得 这六个 土团叛将 是很难全身而退的 如果 这个土团的 党章 改到跟行动党 一模一样的话 矛盾已经在这里了 没有道理行动党 可以约束他的议员 然后土团就不会约束了吗 关于 时效性的问题 我刚已经说了 你不要告诉我 你是 之前投本 我今天马上开会 马上出一张 新的明目 可以不可以 所以 我觉得是 逃不了 好 今天我去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